英國今日起,仿佛本港BNO持有人申請入籍資格,容許港人以5加1年期申請入籍,英國內政部估計5年內將有超過30萬名港人以新途徑移居英國,但移民英國真是吸引嗎? 按BNO移應新方案,持相關簽證留英港人需繳付最高45%的入息稅,但在獲居留權前不獲任何社會福利,如福利救濟金、住屋補貼等,即是可使用國民保健計劃的公立醫療服務,但要繳付健康稅。 資料顯示,成年人的每年費用624英鎊折合6100港元,同樣要在成功申請定居後才能免繳健康稅。 申請人又要證明,他與家庭受養人,備有在英國生活至少6個月的經濟能力,逗留的5年期間,每年不能離開英國超過180天,以獲得無限期居留權,之後還要在英國再逗留滿一年,期間不能離開英國超過90天,才可申請入籍。 有移民公司估計,不計第英後的生活開支,每名成人在新措施下需繳交至少7萬港元,包括簽證、身體檢查、健康稅、申請居留權和入籍等費用,才可成功入籍。 近期有不少關於新移居英國港人狀況的報導,反映英國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美好,例如一名27歲的職業訓練局職員,捨棄穩定收入,遠赴英國,在朋友介紹下到餐廳工作。 他形容一個身金只達最低工資的廚房助理職位,一日收到50至60個港人的申請,當中包括有碩士博士學歷,和大公司前高層,令人感到心酸。 近有抵應港人在網上社交群組大腎,又冷又寂寞,差點餓死,也有網紅因找不到工作,患上抑鬱症。 翻查資料,英國央行近預料當地今年第二季的失業率,或升至近百分之百,加上脫歐後的前景不明,疫情又未能受控, 英國人自身難保,並不歡迎持BNO到當地欠飯碗的港人。 而港人即使能找到工作,大多做不回香港本行,只能做餐廳試應,外賣速遞員等英國人不願做的工作,千里迢迢去英國做別人眼中的二等公民,又是否值得呢?